情緒莫名城 阿層 我漢漢 滅河 畫面中從里長廣播 傳出周杰倫的歌曲 唱得全是感情 影片PO上抖音 讓網友紛紛敲碗續集 甚至開玩笑說想搬來住了 但 不會唱歌 宜天的歌 會唱得好 大家不知道怎麼會用的 抖音的 我認真要唱的唱歌 尷尬了 城里長說這歌不是他唱的 不過在廣播前 他確實會放歌 但放的是宜天的歌 而實際找到影片創作者是他 案內裡的李明 張先生 剛剛我們家前面有新裝一個 宜家的廣播室 想說就把他後製一下 當成我們李長在廣播 我們李長也是滿有趣的 各位 很好聽 我要叫他唱給你們聽下去 結合大陸抖音歌曲後製 想做另類的鹽水行銷 而KUSO影片也意外 讓李長爆紅 不過不只這一里的廣播會唱歌 附近的其他里 也都有各自的主題曲 也是黃昏的沙灘上 有著腳印兩筆斑 因為我們這個李 有的剛才都想隔壁 講壁 講壁 講壁的歌 人家李明聽到 聽到這條歌就知道 是不是我們這里要放什麼 還是隔壁你要放什麼的 只要一聽到歌曲 就能區分是哪個李耀廣播 也讓民眾有時間準備仔細聽 讓廣播前播歌 成了台南鹽水的一種當地特色 TVBS新聞顧守昌台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